记者陈慧玲台北报道,5月天日前在《人生无限公司》演唱会上,主唱阿信唱契好友奶茶刘若英的招派曲后来,唱到最后,歌迷发现奶茶原来也在舞台侧边的空台帮阿信和声,两人在一起唱完最后一句。 最近奶茶知道电影后来的我们讨论声浪高,虽爆出一些争议,但电影公司一发文该片票房破了8亿人民币,约38亿台币,虽然目前台湾看不到,但5月天,鼓鼓都趁着去中国演出空荡,找时间抢看这部电影。 奶茶的电影后来的我们,正是借用5月天歌曲名称,石头看完电影谈到,他去看了这部片,并说,片名是后来的我们,故事是那样的真实,真实的可以闻得到片子里的味道,摸得到他的头发,常得到嘴角流的血,感觉得到雪地里的寒冷,还有那追心的遗憾。 这深夜的电影竟让心头好像缺了一块似的,而鼓鼓make it real鼓鼓可以有专辑,宣传期跑了500天,终于在最终场演唱会后可以稍微告一段落,让他有时间筹备新歌。 在演唱会前一晚,鼓鼓迫不及待敢去电影院观看后来的我们,观影过程中嫉妒落泪,感触颇深。 隔天演唱会上,当鼓鼓唱起make it real时,背后大荧幕开始播放去年见面会的花絮,勾起他和歌迷许多甜蜜回忆。 鼓鼓鼓很有感触地说,我以前不太会说话,只会打鼓,立志做最棒的鼓手,后来做了DJ,再后来自己写歌自己唱。 鼓鼓说,看了奶茶指导的电影之后,感触很多,他对歌迷说,前进的路不容易,可能会有很多遗憾,但遗憾越来越多的时候就更懂得珍惜现在,珍惜现在身边的你们。 阿信、佐,和刘若英一起唱完后来,翻摄自脸书,电影公司公布后来的我们票房成绩。 翻摄自微博,鼓鼓在演唱会上谈到,看完电影感触很多。 相信音乐提供,五月天开唱,刘若英,做三,再次当嘉宾。 翻摄自脸书。